低智大爷被贷款15万,银行将其告上法庭,职子,一到十他都不会数,从一到十都数不过来的智障老人,竟然背上了15万的贷款,而贷出来的钱竟然也不知去向,由于这笔贷款逾期未还,老人还被银行告上法庭,就连每个月再领的低保金也被冻结,无法取出。 这样离奇的事件竟然真实发生在智障老人丁大爷身上,面对其家人的质疑,银行甚至还拿出了丁大爷本人签字的贷款合同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探秘案件真相近在岸边风云。 现今社会,人们身上背负贷款已经是一件平常事了,而贷款流程的复杂,充分说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然而一位连一到十都数不明白,智力有障碍的老人,身上背负了高达15万元的银行贷款。 这是什么原因呢?家住河南的小丁,有一个智障的大伯丁大爷,由于智力缺陷,他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,也没有经济来源,更没有妻子孩子,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。 每个月只能依靠低保来维持生活,而他的侄子小丁每个月都会去到银行,将低保金取出来。 在拿给自己的大伯,用以生活开销,就是这样一个生活能力差到,取钱都无法独立完成的人,却背上了一笔15万元的银行贷款。 小丁这天正常来到银行,为丁大爷取低保金,却发现钱取不出来了,去到银行柜台进行询问后才得知,大伯的账户竟然被冻结了,咨询后发现。 丁大爷是由于一笔贷款没有还清,所以银行将其账户进行了冻结,小丁表示自己大伯根本就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,既没有工作能力,也不能和人正常沟通,不可能会贷款。 银行人员却不听小丁的解释,直接拿出了一份带有丁大爷签字的合同,小丁也在仔细辨认后,确认自己确实是自家大伯所签的,但是他仍然觉得这件事不可能。 自己大伯因为智力缺陷问题,根本不认识字,数数都数不清,签自己名字的前提是,有人写好让他照着写。 难道是有人引导大伯签下名字,然后贷款吗?小丁认为,既然这个合同无法看出来什么,为了弄清谜团,就想查看当时的监控,毕竟银行这么多摄像头,肯定会拍下丁大爷当时在银行的情况。 银行方面却没有同意小丁查看监控,并且表示他们不管此事,让小丁自己想办法,小丁被搞得焦头烂额,只好先拿着大伯的银行卡查询之前贷款的流水,这一查可不得了,还真查出问题了。 从交易记录中小丁查到大伯的这笔贷款,在放款成功后,当天就被人先从中取走了十万元,随后又取走了三万块,这之后就没有动向了。 他觉得这事实在是太过于蹊跷了,大伯莫名其妙背上贷款,现在就连钱的去向也成了迷,作为低保护又无法正常生活的大伯,根本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,更何况,这根本不会是大伯进行的贷款,无奈银行方面也不配合,还催着大伯尽快还钱,否则就连维持日常的低保金也无法拿到手。 虽然小丁一直尽力和银行沟通,并且说明自己大伯的身体状况,但是银行仍旧表示,只认签字,既然字是丁大爷本人签的,那么就必须要偿还贷款,对于小丁所说的。 丁大爷有智力问题的事情,银行让小丁提供出相关的证明,否则无法证实,小丁只好奔波游走,想要开出大波身体原因无法正常贷款的证明,可是还没等证明开出来,小丁就得到了银行方将丁大爷告上法庭的消息,由于丁大爷一直没有还款,银行将他告上了法庭。 在这次审判中,法庭判丁大爷被拘留15天,低保金被冻结,用以划扣来还银行贷款,这对丁大爷来说无疑是个噩耗,对老人的生活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,得知情况的侄子小丁非常气愤。 丁大爷分明是受害者,是被人骗去银行,以自己的名义贷款,他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笔钱,这个后果却要丁大爷来承担,这笔钱他当然不能还,也还不起。 于是小丁将这件事情反映到银行的纪检部门,希望工作人员可以调查事情真相,给丁大爷证明。 就在小丁刚把这事讲清楚的时候,就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,电话那头的男人自称姓崔,他说愿意将丁大爷的这笔钱还清,希望他们不要把这件事再闹大了。 小丁听后有些忙,这人他根本不认识,也不清楚崔某为什么要说这些话。 不仅怀疑大伯的欠款是否与这人有关,银行纪检部门的人员在得知情况后,建议小丁和崔某先进行沟通,如果可以得到快速的,完美的解决那是最好的,小丁就带着大伯先离开了。 与大伯仔细沟通后,小丁也大致了解到这件事情的经过,原来在早前,丁大爷遇到了隔壁村的一个人,那人自称肖某,与丁大爷进行攀谈,想必是看老人智力欠缺,于是动了歪脑筋。 这个肖某声称要带丁大爷到城里去玩,丁大爷很心动,但是身上没有钱,这个肖某便将丁大爷带去见了一个男人。 应该正是崔某,后又被崔某带到银行,肖某哄骗,丁大爷说,跟自己走一趟就可以拿500块钱,于是丁大爷被骗走,后来又在根本不了解情况的状态下,按照崔某的指导,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银行的贷款合同上,而崔某在取出贷款后就火速离开,小丁也根据丁大爷的描述。 联系上了肖某和崔某,两个人都承认却有此事,丁大爷确定有印象,是知道自己被人带到过银行的,而且这个崔某也保证肯定会还钱,于是小丁便暂时放下心,以为事情算是解决了。 谁知这个崔某在这次联系过后就不见踪影,所欠的贷款也压根就没有还上,小丁急忙和崔某进行联系,电话已经无法接通,小丁只好再次去到银行的纪检部门反应情况,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。 一副无奈的小丁只能联系记者再次去到银行,随着记者一起去到银行后,多次到访的小丁遭到了银行工作人员的冷带。 小丁说为了大伯的事情已经多次来到银行,刚开始银行的工作人员还会表示关心,到后来压根不再理会他,这次记者的到来也同样面对这种情况。 记者和小丁在咨询无果后,认为工作人员可能也无法解决问题,于是想到了联系银行的行长,工作人员不愿意将行长的联系方式给出。 小丁只好从公告栏上找到电话,拨过去才发现,电话根本不是行长的,而电话那头的人也根本不认识行长。 而且小丁还发现,这个所谓的银行行长电话号码,归属地是偏远的省外地区。 根本不是本地,这下小丁彻底犯了难,银行的工作人员不管是,又联系不上行长,自己大拨背上这么大一笔贷款,该怎么办呢? 此时,记者提出,再次联系银行的纪检部门,对方的工作人员在得知情况后告诉记者,这件事已经有人进行举报,现在正在受理和调查中,等到情况调查清楚后会和小丁进行联系。 别无他法的小丁只能先带着大伯回家等消息,但是小丁仍然想不通,对于自己大伯这样智力残缺的人,银行是怎么给他办下来贷款的呢? 小丁对记者讲出了自己的疑惑。 丁大爷当初是被人骗去银行的,根本就没有携带本人的资料,办贷款需要递交的各项材料,丁大爷都没有。 同时,银行还可以查出丁大爷是每个月领低保金的低保护,没有资产,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, 银行又怎么能让丁大爷贷的款项? 针对这些疑问,小丁也曾经询问过银行,但是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,还有那个神秘的崔某,除了刚开始的电话沟通,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 小丁质疑银行是否与这个崔某有某种关系,这些都是等待调查的问题,只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尽快解决。 给小丁和丁大爷一个回复,不能让不怀好意之人钻空子。 对于这件事情,从法律层面来看,可以分析出以下问题,肖某和崔某是有目的,故意地哄骗丁大爷到银行,又诱导他签字办理贷款,为了自己能拿到这笔钱。 这一行为属于诈骗,诈骗罪是只用欺骗的方式,骗取较大数额的工、私财物,并且非法占有的行为。 从这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,肖某和崔某二人首先哄骗老人在贷款合同上签字,随后又分两次将其中的十几万元取走,诈骗的数额巨大,已经达到了诈骗罪的标准。 我国刑法中有提到诈骗数额巨大的,出三年以上,十年以下,丁大爷这笔贷款可以认定为数额巨大标准的诈骗。 另一方面,民法典中也有规定,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,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。 这类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,丁大爷智力有缺陷,生活无法完全自理。 根据小丁所说,有时候大伯连自己都不认识,也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意思。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,丁大爷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,而该银行在业务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,审批贷款要看资产和还款能力。 竟能对丁大爷这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放贷,不知道是否真正审核过呢? 以上足以说明,丁大爷与银行的签订的贷款合同根本是无效的,丁大爷无需进行还款,银行方面也没有权利追究他的责任。 更不应该冻结他的低保金,丁大爷的遭遇令人同情,无法正常与人沟通,生活只能依靠低保金过日子, 却被骗去莫名贷了一笔高额款项,对于此事,我们迫切希望有关部门能尽早调查清楚,帮助丁大爷将这笔高额贷款进行消除, 让事件背后的真相浮出水面,让这个生活已然遭遇不幸的老人,消除不属于他的债务。 从这起事件中也能看出,日常生活中一定要保有警惕心,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,尤其是涉及到钱这一方面,无论是去办理任何手续。 还是签合同,都要擦亮眼睛,研究清楚后再决定是否要签字,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,钱财不被损失,假如不幸被骗,一定要及时报警说明情况,这样才能提高追回财务的概率。